根据统计,截至今年6月底,基隆人口数仅37万8千多人,人口数持续流失中。 曾经参选过市长选举的民进党副秘书长林友昌今天提出呼吁, 要根本解决人口流失问题,应该从解决财政问题着手。 基隆人口数持续下降,去年底下破38万大关。 截至今年6月底,人口数更是持续下滑到37万8千多人, 让民进党市议会党团5月份在议事上投榜写着陶字的布条, 来讽刺人口逐年下降,显示越来越多人搬离基隆市。 曾经参选市长的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今天也公开呼吁, 市政府应该尽快拿出对策。 我想最重要还是要根本清本证源, 是从整个城市的发展还有就业的机会来下手。 所谓的这个补贴的一个优惠的方案, 我想那个只是表示市政府的一个态度。 那更重要的还是市长要有这个决心跟魄力跟执行力, 才有办法让市民对这个城市有信心。 林又昌翻开报纸指着斗大的标题, 强调财政划分法恐怕又遭到搁置, 他也强烈的主张, 重新修订财化法才是制度性解决基隆财政窘境的根本办法。 那现在临时会召开, 那民进党团也提出了财化法的修正案。 我认为基隆市的财政问题要解决, 不能只是这种急救张式的去请求, 而是应该寻求利用修法财化法来修订, 来让基隆的财政有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安排。 林又昌强调, 市政府陆续寄出了生育津贴补助等社会福利, 却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。 他也对基隆的未来相当忧心, 也呼吁本市两位立委不分蓝绿促成财化法, 尽快完成修法。 记者黄绍明采访报道。